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熟练地拿起两片粽叶,叠成一个小窝,陆续放入拌匀的糯米腌制好的臭鲑鱼,一块瘦肉,一块肥肉,然后再用绳子将粽子绑紧,一个个四四方方的臭鲑鱼鲜肉枕头粽就做成了,再在大锅中煮上三个小时左右,包裹的肥肉化入糯米之中,粽子的别样鲜香就肆意而出。 臭鲑鱼是我们灰菜的一个招牌菜,枕头粽呢也是我们当地端午必吃的一个美食,所以我又一直想着怎么把这两者给它结合起来,所以我们今年端午就推出了一款臭鲑鱼的鲜肉粽。 这款粽子它既有糯米的米香,又有粽叶的清香,再加上臭鲑鱼的鲜香,然后再是土猪肉的肉香,这几种口味结合在一块,它的口味是比较独特,比较鲜美的,已经上市之后,还是非常受到客户的青睐。 到目前为止,我们已经售出了十万个臭鲑鱼鲜肉粽。 灰菜招牌美食与灰州枕头粽的融合,让人们在味蕾之上出现了奇妙的反应,不仅带给人们更多惊喜,也让端午文化焕发新光彩。